部長請 他可以去聽課 可是那個課開得出來 他可能有一場演講很好 會有一個大師在那邊講說 自己原來學校的學生 也可以去嘛 可能不要花另外的 extra的資源 就可以去參與 所以絕對沒有 讓這個階級化的 這個發展 也沒有商品化 這些學校 如果要到台灣辦分校 一定會對於 要全球找好學生 這個努力 一定要做出effort 那他找好學生 就不能先看 他的經濟條件 一定還是會是一個 先看看這學生 是不是好 何時來 何時來以後 才會決定他的 學費要怎麼收 或者怎麼補助 所以這個是一個 很基本的一個原則 國際民校 要到台灣來辦分校 絕對不會有 跟他講講 就是說花了錢 就可以進去 那他會把他 自己招牌都砸掉了 而且我們也會有一個 完整的審視的 這個相關的規範 不會去讓這個學校 只是為了收學費 那他只能辦一屆兩屆 就會終止了 根本不可能辦下去 要sustain 我們來的這些學校 一定要讓他長期發展 絕對不會有 剛才談到商品化 階級化 陸生來的 這些問題 通通都是假議題 好 都講完了 是 謝謝 就是不要商品化 不要差異化 不要大陸化 不會階級化 不會有移民的問題 這些都是假議題 那我現在就是跟部長講 就是教育人人都會辦 但是辦得好 辦得壞 是 差別就在你有沒有找到 自己的主體性 是 我就先舉兩個案例 給你做參考 是 最近我們桃園 有一所大學 我不敢說交易 但是有人重新入主 某一所大學 花大概10到20億 大家都在說 私校要退場了 因為少子的話辦不下去 有人花10到20億 入主學校 表示他對辦大學 還是有信心 但也另外有一所大學 他就是拼命地去召碩士專班 這個國小教國文的老師 可以寫那個論文 連我都不太會寫 叫做快速成型 配合精密 鑄造於微小結構 放電加工之研究 畢業於工程技術研究所 他是在國小教國文 你看 也可以腐爛到這種程度 這個我們也有做進一步了解 不是 部長 我要跟你講了 就是說 辦學校一定要找到 自己的主體性 如果你隱正止渴 你只強求短暫期間的 那部長 這個事情是不能解決的 那我現在就跟部長講說 這個資金條例 希望放在我們 示範 示範 示範區條例 沒關係好了 你一直在搶示範 沒有關係 實際上已經在辦很久了 但我要跟部長講的原因是說 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特色 今年我們這一個 103年度 陸生來台讀二季 我們總共有70校 開出1000個名額 115個人報名 100個人繳費 88人符合資格 最後只遭到81個人 招生達成率只有8.1 比去年9.73還要慘 我要跟部長講 你看我們也開放陸生 來年二季 可是竟然 達成率只有8.1 因為確實只有兩個審視 只有兩個審視 我們也盡情努力 希望多一點審視的 開放 就說為什麼 連陸生都不來了 那其他的境外生 好的境外生 為什麼會來 要先去找到自己的問題點 第二個 自由經濟示範區 這個條例不是萬能丹 應該坦白講 這一次本來在 自由經濟示範區裡面 是沒有教育產業 是臨時拉進來的 但是你們過去就在推 只是也利用這次機會 也快速成行 但是我跟部長講 我看過所有的條例之後 即使沒有經濟示範區的 這個條例 你們本來也都在做 有很多學校 也早就在做 裡面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以外國大學為主體 一個以國內大學為主體 以國外大學為主體 如果名校不來 實際上沒有什麼意義 如果名校來 台灣分校 在國際不被認可 也沒什麼用 但是以台灣為主體的 這個 你所謂自由經濟示範區的 教育創新才也好了 已經在台灣最少存活 20年以上 為什麼 因為過去很多私校 它也面臨到招生不足 所以它就跟國外名校合作 即使不是名校 也是普通學校 兩個學校一起修課 兩個學校學分都承認 一年 有部分時間到國外念書 有大部分時間 有國外老師來台灣教書 他也拿到了學位 唯一差別是 我們公家機關不承認 因為你沒有在一年當中 有多少天在國外 沒有連續幾年 只差別在這裡 部長 以國內為主體的 所謂自由經濟示範區的 教育創新產業 已經行之多年 部長 這不是什麼創新 但是我要跟部長講說 為什麼一開始就提 我們兩所大學 一個大學如果找不到主體性 你再怎麼引證止渴 只就一時之急 我要跟部長特別提醒 你如果今天要辦 我們自己的教育產業 一定要找到 我們自己的優勢 我斗膽地跟部長 做兩個大膽的建議 看能不能為台灣的大學 在國際裡面 找到自己的定位 第一個 就是不要去否認 我們跟中國的關係 更應該大膽地去講 我們跟中國的關係 為什麼 中國未來一定是跟美國 平起平坐 世界上另外一個大國 可是如果要了解中國 你無法在中國內部了解中國 因為中國的不開放 不自由 不民主 讓中國不會透明化 唯一對中國最了解的 不是香港 不是澳門 不是新加坡 只有台灣 所以要了解中國 不管是從語文 從文化 從歷史 到政治經濟 甚至包括公民運動 甚至包括 美食 只有台灣 有這樣的一個條件 所以另外一個 不一樣的中國 中國未來發展 碰到的瓶頸 中國未來發展的 前進在哪裡 只有台灣可以做這樣 舉世無雙的 唯一的研究 就是在台灣 這是我們的特色 可是我們沒有去強調 第二個 911事件之後 世界上文明的衝突 主要來自於基督教 跟回教文明的再次衝突 如果你不從文化 從宗教裡面去解釋它 它是找不到答案的 可是全世界能夠在 一個國家之內 宗教非常相互尊重 非常融合的 只有哪裡 中華民國台灣 只有中華民國台灣 即使佛教的發源地在印度 現在佛教不管是漢傳 藏密 最能夠在全世界 有舉足輕重地位的 就是台灣 所以對於中國的研究 對於宗教的研究 對於未來人類文明 衝突的研究 最有地位的 就是在台灣 所以一個未來全世界 不管是和平崛起 或是威脅崛起 這樣的一個中國 我希望部長 全世界的精英都要把台灣當作它的首選研究地點 部長您願意支持這樣的一個計畫嗎 我想其實是並行不備的 我們原來做的相關的規劃 要做的這些努力 那些想法 其實是往前走 跟你剛剛談到的 就是說有些特色的發展 我們就有特色 讓每個學校都把它特色做起來 以台灣的不管是從文化 從各個層次來看這些問題 宗教這些事情 我當然支持的 我剛剛也講了 我們四個不同的program 有分校 分校可能直接做這個不見得合適 可是不管是從專業的課程 專業的學程 或者專業課程來看 這個都可以來做的 慢慢再去擴大 再去做起來 是一定可以的 那我必須這樣講 就是說您剛剛講的 說這個斗膽 我覺得是您其實 常常提的都是很有想法的 大陸這一塊 我覺得是這樣要審慎 因為大家對於 跟大陸的這個互動 其實在國內 並不是完全有共識的 所以說我們怎麼樣 審慎的來做這個事情 不至於說因為最後焦距 都聚焦在跟大陸之間的互動 而是說這是一個 國際的一個互動的情況下 不是跟中國的互動 而是全世界要了解中國 只有台灣 我想我們相關的program 可以對中國大陸更多了解 我願意來 這個方面是可以來支持的 好 部長 第二點 中國是一個未來 跟美國會平起平坐的大國 我們不能忽視它 第二個 全世界人口最大的國家 最多的國家就是印度 我們具有跟印度最好的一個優勢 可是我們也放棄了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其實也沒有 我們在那邊都還有 台灣教育中心 清華都還有 這就是我覺得很心虛的地方 部長 也不會了 前任的教育部長 要送多少名的華文老師去印度嗎 有思考 萬民 萬 現在連千都沒有 連百都還沒達到 部長 我要跟你講 印度跟中國的關係絕對是對立的 印度絕對不可能去中國去學習華文 唯一可能學習華文的地方 就是台灣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們嘉義的遠東機械 他們已經淡出中國市場 轉往印度市場 因為中國貨品的品質不好 日本瑞士的品質又太貴 所以他們選定了台灣 是最好能夠乘上起下 但是在印度找不到適當的 最好的工作的條件的這些工作者 所以遠東機械 就在印度招募了學生以後 來到我們嘉義 然後經過我們直訊之後 派回印度去做最好的一個工廠的領導者 部長 這就是我們看中了印度 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一個地方 已經開始民間就在做這種模式 清華大學30年前 就開始跟印度做交換學生 現在台灣有四分之一的印度留華學生 都在清華大學 這裡面有很多做博士或研究 未來都是印度的精英 印度我們現在跟他的貿易 一年不到100億美元 他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 他可以快速成長 但是我們自己本身有沒有做好準備 我希望對於一個人口最多的國家 一個即將崛起 一個重要的國家 部長發展我們自己的高校產業的特色 才會找到自己的定位 人家台灣也來這邊念書 我跟委員特別做說明 剛剛講的就與印度這個案例 其實從我對於這個留學生的爭取 各方面的規劃裡面 東南亞是一個主要的思考 印度是一個東歐 歐美當然會有一些局部的一些Program 因為事實上你要有吸引力 人家才會來 所以這個應該是全面布局的 這個是我們有策略上是沒問題的 在印度的這一塊裡面 我們其實清華大學 也許我們給的經費不見得那麼大 可是一年大概有600萬左右 這個是我們在國外 給這個辦台灣教育中心相關 其實是最大規模的一個補助 也是看待了就是印度其實是有積極 可以有積極作為的 我最後還是斗膽講 因為我不要在用時間 如果你真的覺得它是策略上 戰略上有重要性 600萬比其他地區高 但是就一個重點 國家重點發展 6000萬都不為過 好不好 六億更要做 希望委員也幫我們 在經費的爭取上 我們來做更多的努力 好不好 謝謝 謝謝